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款好吃的大发糕 做法不难 扣扣坦坦 蓬松又鲜软 首先大盆中打入两颗鸡蛋 加入3-4克的酵母粉 30克白糖 倒入200克的温水 加入普通面粉300克 一定要多搅一会儿 搅至面团无颗粒状 盖上盖子 醒发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看到这个面团表面有针染状 醒发好的面团里 加入一些我们喜欢吃的果干 葡萄干大枣干都可以 接下来准备小盆 或者小碗 模具都是可以的 抹成一层油 或者垫成一层油纸 搅拌好的面团放进来 在面团的表面 也摆上一层葡萄干 撒一点黑白芝麻 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20分钟 20分钟以后 看一下达到模具的8分满 这时候放入锅中 先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中大火蒸着20分钟 再改小火蒸着5到10分钟 焖上5分钟 可以出锅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表面特别的光滑漂亮 脱膜稍微给它亮一亮 看一下这个基础大发高 整体做法不难 操作简单 可以说是零基础 零失败 新手也能一次成功 里面气孔均匀 蓬松又悬软 您喜欢吗 动手试做吧 这些蛋糕 因为这下子 我明白了 然后加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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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